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秋风无琴 为什么垂落了淡风 青春上崽 为什么会退了残暗红 怕人生粉饰梦 自从相思河畔别了雨 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我要轻轻地告诉你 不要把我忘记 东方的学生放在一间教室 发问一个题目 你读书究竟为了谁 当时有几样选项 包含了智慧 财产 还有学历 还有呢就是人生未来的价值 还有一个就是救国 但是呢大部分的东方学生所选的 都是跟金钱有关的 就是地位啦 财产 而西方的学生选的是智慧 以及知识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陈康中学 想要了解究竟现代的年轻人 读书为了谁 我们欢迎他们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今年中几了 中三 中三 快要高中了 对不对 我们先看一下全场 做一个举手调查 读书是为了自己的人 请举手 有一个人没有举 有两个人 三个 三个人没有举 举高点我看一下 好 你们三位没有举手的 请 请问你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读书是为了财富对吗 来麦克风给他一下好不好 来 没有关系我们继续不用担心 麦克风有这么可怕吗 亲爱的 你要离他那么远 来 请问叫什么名字 我是来自三年四半的李健豪 健豪 你读书是为了财富 对 那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下的 我从小我父母就跟我讲 这个世界是很残忍的 如果没有钱的话 就会生活很贫困 所以你认为学历跟金钱是挂钩的 对 好 来 后面那位头发有一点就是 对了 头发梳得很现代流行 像韩国巨星的 来 麻烦你 拿一下麦克风 请问你 他读书为了财富 你读书为了什么 我读书是为了我的父母 为了你爸爸妈妈 对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的成绩一直很差 然后我的父母每次看到我成绩都会很伤心 有时候他们会把我拉到屋子里面责骂我 然后后来有一次其中考试 我考的成绩非常的优异 然后那次他们都是很开心 然后我想让他们这样一直开心下去 所以其实里面是有一个爱存在的对吗 好 那么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妈妈 来 你前面这位 刚才用手举了一个V字型的 其实你很闷骚你知道吗 你来 你拿着麦克风来告诉我们 你读书是为了谁 我是来自三年三班的欧家伟 哇 你的小抄好多张啊 没有关系 放心地用 我读书的原因是因为金钱 你是为了要将来赚大钱 而读书 对吗 在美国做的一个调查里面 其中有一样说是为了救国而读书的 中国的这个领导人李克强先生 他也是说他读书的目标是为了救国 我不晓得陈康中学这中三这几位同学里面 有哪一位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过 我是为了救国所以我要来读书的 请举手 没有啊 没有人为了救国要读书的 麦克风已经传到了你的手里 就是你不要看别人 你跟我一样皮肤黑黑的 我们俩是 我是姐弟 OK 然后你告诉我 你读书是为了什么 也是要看小招 我读书是为了知识 你是为了知识 那你觉得知识为你将来有什么样的好处 就是说如果长到后 就是我的知识就是比别人更好 就比他们聪明哦 你希望你比别人聪明 就是所以我的 前途 我的前途就是 No You can speak English I can speak English 你可以讲英文没关系 我的position 比他们的position还高 哦 起跳 可以控制他们 然后责骂他们 原来知识是要有控制力的 对吧 其实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的比较多 别人就要听他的 是挺有道理的 好 我们现在把镜头再转到 我们在台上的这三位前辈 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前辈 读书的前辈 首先我想请老师您说一下 你年轻的时候 顺便介绍一下你的名字 您读书的时候 是为了谁读书的 大家好 我是木木老师 我年轻的时候 刚开始可能年纪还小 不懂事 就会为了父母而读书 就像刚才同学讲的 就是看到父母开心 就想因为这样子 然后继续升学 可是慢慢长大 然后发现到 有自己兴趣的科目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其实读书是为了自己的知识 为了争取更多的智慧 所以随着时间慢慢长大 人的那个 我觉得为什么而读书 可能会因此而改变 对 想法会变化 对吗 那我们今天有两位家长 这个第一位穿粉红色格子衣服的 这位家长 请教您贵姓 您可以拿麦克风 我姓王女士 王女士 你好 请问一下 你读书的时候 你是为什么读书的 那我回想到小时候 其实小的时候 都是很天之无牙的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为了什么读书 只是父母亲 我们不要辜负 父母亲的一番心意 我们就是知道 要把书读好 有一个好成绩 那随着年龄的长大之后 我想我们就要经过 多一点的思考 到底读书是为了什么 那后来你思考了 结果答案是什么 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很好的答案 可是 现在我已经身为人的父母 所以我就要把这正确的读书的目的 告诉我的孩子 那你现在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人都在这边 你觉得读书的正确的目的是什么 会比较是正确的 其实你们刚才所拥有的这些答案都没有错 是 都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说我们 我们所学到的知识 并不是说我们会完全百分之百 应用到我们以后的人生 或者是工作上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读书的意义 还有要怎么样把它活用 有一个活用的把它应用在我们的 王女士对不起 我要继续再追下去 因为你刚才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说你要教你的孩子 读书的正确的目的 但是我好像我还没有听到 你说那个正确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会告诉你孩子 读书是为了什么 你的答案是什么 因为你要教他嘛 所以你会告诉他什么 我想我会告诉他 除了你有你的理想之外 就是要把你所做的 目前所做的把它做好 就是说脚踏实地 就是你要给他的一个读书目的 是吗 是的 学习怎么做人是吗 是 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就头很痛 同意的举手 同意的鼓掌 没有办法 我们之前有带托 王女士您是从事哪方面的职业的 我是做办公室行政方面的 是 比较严谨一点 来 这位妈妈您贵姓 我姓吴 名字叫惠玲 惠玲你好 你好 请问你你读书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呢 小时候是懵懵懂懂的读了 父母亲对我期望很高 他们 我爸爸是 对我相当可可 如果书没有读好 不可以睡觉 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恐惧而读书 避免被罚 过后 渐渐地发觉到我所读的相当有趣 无论是人文树里 都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就为了学习而学习 读书而读书 非常好 来 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们有位父母读书的同学 当你的爸爸妈妈 你为了爸爸妈妈读书 会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很怕他们失望的请举手 很怕他们失望的 那那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 可以形容一下吗 你先报一下你的名字 来 我是来自三年一班的嘉欣 嘉欣 对 我是觉得说 假如父母很失望 然后他会 因为他们很失望 他们可能会失望到 有时候不想跟你讲话 然后你压力就很大 他们会不理你啊 就是说他会很想 有时候会无意间酸到你 天哪 你的心很酸吧 他酸你是说你怎么那么聪明 还是说你看人家考这么好 不是 就是讲说 因为我也有姐姐 然后姐姐就会 他成绩是 其实大多数都是蛮好 也是没有差到哪里去 然后有时候我的成绩是因为 因为我的英文每次会 比较弱一点 比较弱 然后就会 有时候妈妈就会 你的英文很好吗 然后她就会酸你这样 不会读多一点故事书 好 这面的同学啊 有没有你曾经 父母亲因为你成绩不太好 但是你其实心里头是很想 为他考好成绩 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你心里都是蛮难过的 有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 这边的同学 有没有 有吗 哦 好 来 我们把这个麦克风转过去 你的发型很特别 请问叫什么名字 我是来自三年四班的永强 永强你好 就是说之前 自从我上了中学过后 我的成绩就一直不是很理想 然后就 自从我中三过后 我的成绩就 就是一漏千丈 然后有一次 因为我成绩不好 我妈妈因为这样而哭了 所以就觉得心里很内疚 哇 父母亲都会用不同的方法 来增进你们的学习动力 有没有用奖金制度来 希望你能够把考试考好 答应你可以再买什么东西 有没有这样的家庭 有吗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哦 有 你收过最贵重的礼物是什么 来 把麦克风传到后面去好不好 我最 就是父母给我第一个 就是就这一个礼物 为了给我奖金 就是我的足球 哦 让你可以玩足球 还是买一个足球 他买了一个足球给我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玩足球嘛 就是 可是我没有足球玩 就是我每次都看别人玩 然后我妈妈说 如果要我 如果我成绩拿到前名的第五 我就可以拿 他就会跟我买一个足球 当时我父母亲就是工作不是那么 收入并不是那么可观的 对 然后就是房子也还没买到 所以虽然吃一个足球 就是对我来说是真的很 对我很宝贵 是 那个心意你会记到现在 对不对 很好 后面那些同学 想问一下 有没有哪位同学 到今天还不知道 为什么要学习的 就是你还在找方向 究竟你为什么要读书 有没有人为了 未来的工作 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收入 在最后那排同学 有没有哪一个 是为了要得到好收入 就将来我如果有好的学历 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有吗 最后那排同学 有没有 有吗 有的话就举手一下 如果没有我就点名 你把那个麦克风 移到后面去 我来问问题 拿给这个戴眼镜的 笑起来很甜的女生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来自成康中学 我知道 今天我们不可能别的中学 叫什么名字 郑静文 建伟 静文 来 你说说看你读书是为了谁 读书本身是为了自己的 将来那样 是 你将来想做什么 还没有 不是很清楚 还不是很清楚 没有关系 你有的时间是时间想 我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想了 你很多时间可以想 来把麦克风 拿给隔壁这位同学 OK 你读书是为了将来有一份好工作吗 我是来自三年一半的杨一梅 是 我读书通常是为了将来工作 你将来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Animator Animator 动画的制作 动画制作 非常好 欢迎你将来到立地乎生来工作 来 我现在要举手再调查一下 你们觉得 学习的动力 会不会影响成绩的好坏 例如说 如果你是为自己读书的 比较愿意用功一点 为父母读书 就没有那么用功 是会这样吗 会这样吗 还是说为父母读书 反而你会用功一点 为自己就随便了 就干脆随便一点读好了 来来来 这位戴耳环的同学 黑色耳环的同学 你是哪一种的 你读书是为自己读 会比较有动力 还是为父母读比较有动力 为自己读 为自己读会比较有动力 那如果父母亲讲 你这个成绩考得这样 他给你很多的压迫 你打算怎么样反抗 在接在利用 这叫反抗 再接在利是吗 很好 来 我想问一下 我们在台上的这些家长 你们有没有问过你们的孩子 你们三位都有小孩吗 老师应该还没有吧 那我就先问老师 你觉得现在的学生 基本上他们的学习目标 动力到底都是什么 在你接触的 可能在接触的过程中 我觉得多数的学生 都会选择为了以后 能够讨分好工作 而读书 他们都很担心 就是以后出道生回去 没有办法升学 或者是说 没有办法在工作场合上 得到一份好的薪水 所以他们为了这个目的 努力奋斗 那有的时候呢 是在家里 可能父母也灌输他们 就是你要有稳定的生活 你的工作就很重要 你的收入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们为了这个原因而念书 如果从这个角度 从教育的角度来讲 我们如果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每一个人读书 是为了要找一份好工作 万一你不找到好工作的话 将来日子过得很辛苦 这样的一种思想 对我们学习是不是有好处的 还是我们别无选择 这是一个这么现实的社会 我觉得现实归现实了 人因为梦想而伟大 不管你以后做什么工作 我都会告诉我 就是说你要开心 你要能够从你的工作中 得到满足感 就算他的薪水很高 可能一个月 你有九千一万的薪水 但是你做得很不开心 到了最后你会开始怀疑 我当时候年幼的时候 我中学的时候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读书 为什么我念那么多书 然后我不开心 这个题目很好 我就来挑战你们 刚才老师说的 我先问了 如果现在我给你一万块 一个月的薪水 但是你做起来不会太开心 另外一个是蛮开心的 可是大概买不起什么 好一点的衣服 当然日子不会不能过了 你宁可选择那一万块钱 而辛苦的请举手 因为梦想而伟大的请举手 来我想问一下 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知道什么叫做 因为梦想而伟大 来那个麦克风在哪里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因为梦想而伟大的意思是什么 这不是考试 不要担心 讲错了 没有问题 就是 长大的时候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会是这样的人吗 会 那你现在读书的动力是什么 读书的动力是 可以得到更好的将来 更好的将来是指金钱 还是能做自己 能做自己 有钱就能做自己 没钱很难做自己 可以找到一份 自己喜欢也可以赚钱的工作 自己喜欢也可以赚钱的工作 刚才我看到你举手 一万块钱的薪水 拿了以后 就算自己不开心 你也宁愿这样过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 不要告诉我 一万块钱可以做自己 因为我刚刚已经让你二选一了 因为你有钱了 然后就生活就没有这么贫困 是 你会很担心将来在钱上面有困难吗 会 那我问一下全场的所有同学举手好了 你们觉得在新加坡生活 真的需要很多钱呢 请举手 OK 所以为了钱 将来不要有经济上的负担 你现在会很拼的 请举手 有点奇怪哦 这个答案有点奇怪 那想问一下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问各位家长 你们两位有没有希望孩子 读到好一点的成绩 将来会有比较好的收入 王女士 其实就算是刚才孩子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 我想我们活在新加坡这个环境里头 多多少少我们也会被周围的朋友 家长或者是环境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答案 但是最终的 我想我们要做回自己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梦想去追求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王女士 你觉得新加坡有允许这样的一个空气 让我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吗 还是说我们必须 还是有的 对吗 对 很积极正面的想法 我们现在假定来讨论 为什么我们成绩会不领想 我们先找到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再回去那个动力的 我想要用这个 让大家看到一个逻辑点 好不好 因为各位可能不清楚 为什么我问这一题 可是等一下 慢慢慢慢你就会看到答案出来了 我们现在来想一想 我们成绩不好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老师 其实孩子们成绩不好 很多人会以为说 是不是 很多父母可能会以为说 哎呀是不是我的孩子学习能力 比别人慢 或是比较差 其实都不是 因为孩子的发育能力 在不同的年龄 它会有不一样的体现 也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中 取得不一样的成就跟成绩 所以一般上 以中学生来看 他们成绩不好的原因 只有一个 也就是他们懒惰 为什么 为什么中学的时候 因为生理问题 所以会懒惰 可能一方面是 他们从小学上到中学 课外活动可能不一样 比较多姿多彩 那么他们接触到的 也因为可能就是说 情窦初开 他可能会想说 人际关系突然间变得很重要 他会去追求一些感情上的满足感 那有的学生 他可能是因为 哎呀 遇到新的一个朋友群 他接触到一些比较新的活动 或者是兴趣的时候 他就会可能往那边去发展 然后就忽略了 我做学生的本分 可能还是要先以学业为重 所以不是他们做不到 或者是不会做 或不能做 而是他们有的时候 会懒得去多想一下说 我应该去做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造成他们的成绩不理想 我可以问一下吗 有谁为了吸引女孩子 或男孩子的注意 希望把成绩 搞好一点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有没有这样的 可以 以前可以 以前你有这个经验 我以前也有的 所以我们两个差不多 以前大概刚上任中学的时候 中医的时候 因为朋友 因为每次要考试的时候就很紧张 然后你会想到 每个人都有女朋友吗 你自己没有女朋友 会被朋友酸那些 哎呦你这么帅呀 你没有女朋友 哦 怎么样 然后就 然后我就有这个想法 就说 OK 我一定要用我的成绩 证明给女生看 我这样 很像可以增加我的吸引力 这样子 以前就有这个想法 可是 当 长大的过程 一直 时间慢慢过的时候 就会想 哎 那个很笨 哥哥 你不可能会用成绩 去吸引女生 真的吗 我很欣赏成绩好的男孩子 对不对 不只太好看 我想问女生 男生不可以举手 女孩子 在班上 如果有一个同学 男生成绩不错的话 我们不要讲谈恋爱 你会对他印象 稍微好一点的 请举手 好 还是有嘛 对不对 来 麦克风给我一下 我要跟这位女生聊聊天 来来来 好 来来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好 你拿着 说一下 对 你觉得为什么男生 他成绩好的时候 会让我们感觉 对他印象比较好 因为 他有努力读书嘛 这个是他努力读书 后的结果 所以 意思是说他 比较用功 比较怎样 所以 好印象 好 那我问男同学 请问你们 如果女孩子成绩 比较差 比较不用功 或者是在老师的口里面 讲起来是属于比较 懒得用功的女生 可是他长得还算不错 会不会影响你对他外表的看法 就说他成绩不好 在班上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女孩子 但是呢 长相还不错 会影响到你对他的看法的请取受 对 就好像说 本来你很欣赏他的 本来你很欣赏我的 可是呢 你发现到 经常我都被老师讲 然后功课在班上也不是很好 可是我长得还不错 会不会影响你本来对我的好印象的 请举手 会影响本来好印象的 会对吗 会对不对 你也是会的 对不对 你们两个来表达一下来 为什么会对这个 你的印象有影响呢 他仍然漂亮啊 他没有因为成绩不好变丑啊 为什么 想不出来 好 来 你说 就是说 如果他读书成绩好 就是说他有用功 也相当聪明 如果他长大 如果他当我老婆 他 他 他 在家做家务 不是也会相当好吗 因为用功 是 就是他做东西 一定都是一定不会随便的 很认真 OK 来 你们娶老婆 想取成绩比较好的 不要觉得这个问题 不会转眼就到 你们现在已经要考高中了 高中没有多久就大学了 大学没有多久 就是面对人生的伴侣了 对不对 有些人很早就想好 所以我现在只是问你一种感觉 以后不会来去验证 你有没有取到成绩好的 所以不用担心 现在想问 如果你要娶太太 你希望娶到成绩好的太太的 请举手 对 你希望娶一个成绩好的女性 请举手 我再这样问呢 你认不认为 娶了一个成绩好的太太 将来自己的孩子 也会比较聪明 会啊 会 对不对 那我就再问一次了 好 我不放弃 再来一次 你不一定要配合我 不反对 你就不要举手 做你自己 只是我再问清楚一点 如果将来娶老婆 一个成绩比较好的女孩子 和成绩比较差的女孩 都在你面前 你都很喜欢 你会选择那个成绩比较好的 作为你老婆的 请举手 没有 对不对 你们觉得那不是重点 OK 来 女孩子 你们选老公 选丈夫 希望选成绩好的男生的 请举手 这样有点合情合理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什么 成绩好就有前途 对吗 是不是 这样是有道理的 来 我们拿麦克风 问一下刚才那个 要选成绩好的老公的人 来 你说一下 为什么你会去想 你会重视男孩子的成绩吗 会 会 那你选配偶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考虑 会 原因呢 因为 因为成绩比较好的 如果将来我嫁给他了 就是说 会比较稳定 生活比较稳定 生活比较稳定 对不对 就是了 我们女生跟男生就是不一样 那 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要请问一下 有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作为家长 这个 孩子 如果反问你 妈妈 我为什么要读书 我可以不读书吗 很多人不读书 读一半 修学 他一样可以有好的前途 我可以不要读书吗 我为什么要读书 如果他提出挑战 你们会怎么回答 因为我知道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对于上学校去读书 这件事情 是有质疑的 因为他们觉得 我可以到网上去看资料 我可以自己去学习 我不一定要到学校里 受到校规的约束 还要面对考试的压力 那如果他有一天 很气愤地问你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你会怎么说 他经常气愤地问我 他经常问你 小女儿是这样 儿子倒是不会 我看 我把读书看成是学习 通常是比较广 要求孩子不只是读书 而是样样都要学 我看重的就是 my body spirit 就是要顾好身体 身心灵都要顾好 不只是读书 读书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我不注重他们读书 不只注重他们读书 注重他们全面的 全方位的学习 而且很多时候 我不是看成绩 我是看学习态度 如果孩子问我 我跟他说 当然你可以修学 你当然可以 现在就开始不读书 去冒单劳做工 可是呢 这样不是很浪费吗 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 而且他给我们每个人 都有那个能力去学习 如果不学的话 这样就糟蹋我们的本能 在现场有同学敢说 你曾经有动过念头 想修学的吗 有 对吗 好 来 终于有一个人来 你帮我拿给他 很勇敢地说出来 那是一个曾经的经历 没有关系 你可以讲一下 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曾经想要修学 站起来讲 来 你要坐下也行 我不勉强你 来 因为生活太贫穷 生活在什么 家里太贫穷 所以学习有点 吃力 很久嘛 所以这样早点出来做工 想要帮助补贴家用 对吗 OK 有没有人觉得 我不一定要来学校 我一样可以学习的 请举手 好 你有没有发表意见过 没有 来 麦克风 你过来 我想听听看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 就是说你觉得 我一定要来学校 你一样可以学习的 因为我认为 学校就是一个地方 就是很像 如果我们学生还没有想到 长大后要做什么 then 学校就可以来 给我们这些课目 所以 如果你对这种课目 有兴趣的话 你可能长大后会像 那种 direction走啊 用那个课目的 可是如果 学校给你的课目 可是你全都 对 没有兴趣 then你在外面学 还是可以一样 长大后又 很 就是说学校所提供的 不是你要的 你就可以到外面去学习 对 然后走那个方向 对 对吗 对 这是一个思考点 来 你为什么会觉得 其实也可以不要来学校 自己也可以学习 因为 学校的科目 靠近一点 学校的科目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也是跟他的情况是一样的 来帅哥 你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觉得 学校只是一个地方 其实学习在哪里都 你都能学到东西 就是看自己本身的态度而已 老师你同意他们的概念吗 因为我在我的人生历程里面 因为我也从事过教育方面的工作 已经有不少的孩子 跟我谈论过这个问题 他们是觉得 他们不一定要去学校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他们可以自己做学习 他们可以学习他们想要的东西 那你有什么看法 现在的科技确实是 所谓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 就是你在网络上 基本上你可以自学 那么他们也 他们的那种solo方式 可能比我们老师还要更丰富更多 他知道如果我要学这门手艺的话 我可以向谁学去哪里学 他可以告诉你说 我需要用到多少经费 他可以自己 就是拟出一个计划来 重要的是 如果他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 然后顺利地完成他的学习 自学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他不能 就是可能还不够成熟的话 我觉得学校还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 毕竟如果你在外面自学的话 你可能会碰到危险 可能很容易被受骗 你又怎么样判断说 我拜的这位师傅 或者是我学的这门手艺 真的是真传 还是是假的 还是是骗人的 他可能还没有那种成熟度 就好比说 我自己本身的妹妹 她也是不爱读书 不爱念书的 虽然中学成绩考得很好 她可以选择到 出院去念书 但她选择 在那个时候 她放弃念出院 她选择念理工学院 结果她以为她可以选入那个商科 以后出来她要做生意 现在确实是在做生意 但是在这之前 她曾经回来告诉我 姐姐学校里没有要跟我做朋友 我问她为什么 因为我成绩太好 在理工学院的都是成绩不好的学生 所以她就领悟到说 个人有个人的那个志向 就是她发现到说 自己不想读书 然后来到这里 她也不一定开心 她就想说 如果当时候选择念出院的话 她会开心吗 结果她得出的结论是 她也不会开心 因为她就是本身一个不爱念书的人 所以后来呢 她念了商科 她出来 我说好了 那你要去做生意吗 是不是要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她也没有去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她也放弃了 她拿到那个学位或文凭 她结果自己去学 怎么轰制蛋糕 然后结果自己开了一间蛋糕店 所以她为了这样子 就是一路跌跌撞撞 可是最后还是找到她自己的梦想 然后也完成它 为何不 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有所保留 就是 你的年龄 你的成熟度够吗 你能够判断 判变说 我学的这门手艺 未来我真的可以养活我自己吗 养活我家人吗 可能你的心血不要很高 但是你要能够吃得饱 穿得暖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的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请问 你觉得学习动力 会影响学习成功 还是天赋比较重要 就是有些人聪明了 不管他有什么学习动力 我也不要去找 我是为了国家读书 还是为了自己 为了父母 只要我是聪明的 你教我什么东西 我就可以成绩好 还是其实学习动力 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东西 你们觉得学习动力 是最重要的 请举手 看来鬼校的学生 都蛮重视学习动力 那么家长 觉得学习动力重要吗 还是说一个孩子 只要他聪明 因为我有见过一些小孩子 他并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读书 但是他就是很会读书 他可以一辈子 在学校里读书 他也不要出来社会 因为他成绩可以很好 来 王女士 你有见过那种 终生学生了吗 对不起 就是永远不要出社会的 可以从硕士念到博士 然后双博士 最好三博士 他就是不想要出社会 我相信在社会当中 会有一些孩子 或者是父母亲 会不想把他们的孩子 送进学校 由他们自己父母亲来教 那就是一世都没有进过学校 我在想 我们人是需要 跟人之间需要 有接触沟通的 所以这个 妈妈我再问一次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 叫动力 但是我知道有一种人 这个动力对他并不重要的 他这一辈子都会成绩很好 因为他是个聪明人 所以他就是喜欢留在学校 他也不要出去社会 他觉得社会的压力太大 所以他一辈子拿父母的钱 或拿奖学金 一直念 念到博士 在双博士三博士 我有这样的朋友 所以学习动力来讲 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你会觉得 学习动力真的很重要吗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学习动力 你是为了什么读书 那有一种人他不管 他就是成绩好 你让他学什么他都成绩好 动力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这样的孩子 你会不会高兴有这样的小孩子 因为他读书都会很好 如果有这样的小孩 这样许多父母亲 都不用担心这么多问题了 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周围旁边 还有许多一半以上 都是没有那种推动力的 我讲要再明确一点 可能您回答一下 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讨论 读书的目的 为了什么读书 可是有一种人 他这一生是不需要讨论这种问题的 因为他就是读书的那块料 他天生天赋就聪明 你拿什么他就是考第一 或者是成绩不会太差的 所以对他来讲 需不需要问自己为了什么读书 不需要的 那么这样的人 如果说父母亲碰到这样的孩子 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 因为他们不需要去讨论 反正他们读书 一定是名列前茅的 我看请问一下 你的那一位朋友呢 现在还是在 还在读书 对 请问他几岁 他研究东西 四五十岁了 所以做研究 作为终生职业 是的 因为他就是他没有为什么 就是读书 可是就是把研究当工作是吗 是的 我觉得何乐不为呢 只要他开心的话 所以你觉得天赋来讲 跟学习动力来讲 你更重视哪一个 我其实没有重视哪一个 只要你尽自己的本分 如果有天赋 喜欢读书 那就去读吧 如果要依靠某一些动力 最好是发自内心的动力 不要是一直依赖外在的动力 最终还是能够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来到程康中学 跟各位同学聊天 我们也谢谢两位家长和老师 我不知道在镜头面前的朋友 有没有从我们谈话当中 得到一点点的启发 或者是进入一个更深的思考 因为我记得一位哲学家讲过 一个国家的动力 最重要的是全体人民 到底为了什么而读书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如果说我们全部的小朋友 读书的动力来源 是不是真的比天赋重要呢 还是我们就是说 小孩子愿意读书 就让他读书 不能读书就不读书 还是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呢 我们今天就留这个答案 给你做思考 今天非常谢谢 程康中学的同学 也谢谢我们EVA秀的 谢谢家长 我们EVA on app 下次再跟你说再见了 再见 谢谢老师 我还是 我们有一些 我们还这样 你们不要动 我们不要动 坐下来 谢谢老师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 这样子 我还是选择 来老师 两位家长 我一个人在那边 一起一起 二 三 耶 OK 力的呼声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